9月1号一年一度的香港小姐选美大赛是完美受惯了 但是我们也发现之前几届选出的港姐大家好像是颇有为子 不知道今年产生的这个前三甲观众有是否满意呢 虽然气质和老一辈的港姐还有点差距 但是是最近最好的了 好看是好看就是辨识度不高 什么感觉都长得差不多呢 冠军像李嘉欣 照片的角度有时候你会觉得像 但是我也非常荣幸因为她是一个美女嘛 遥想李嘉欣1988年摘得香港小姐桂冠时 还是18岁的花季少女 在新港姐出炉的时候 网上又爆出了一张43岁李嘉欣25年后 再带皇冠再拎港姐权杖的照片 更是勾起了众多网友对港姐相见不如怀念的种种感慨 不过相较于李嘉欣等前任港姐的魅力 本届的三甲加厉却引得网友阵阵吐槽 现在的港姐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 到底是为什么呢 照起来挺漂亮的 不过较之之前的港姐 差的不是一星万点啊 每一届都有她的代表 远美的机构也会选适合的人选 我也没有觉得说水准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还蛮多人讨论的 这也难怪 说起来上个世纪明造一时的香港女星 赵雅芝 钟楚红 袁咏仪 张曼玉几乎都是出自港姐 这恐怕也是很多人对港姐人选的样貌十分挑剔 甚至于推毛求疵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是中学毕业嘛 那么有什么社会的经验 那我妈妈希望我多接触一些社会的事情 那那时候就是第一届的香港小姐选举 所以就希望带着学习的态度去参加 1999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季军事 在总决赛哭得很厉害的14号胡兴儿小姐 再给她一个次机会哭吧 恭喜恭喜 我没有想要当港姐 我是陪我朋友去的 为什么每一个成功的人都陪一个人去的 当时但凡是成为港姐 几乎就算是拿到了演艺事业的入场券 不过有了敲门砖也不代表演艺之路 就会顺风顺水 毕竟港姐的美丽之名 也可能成为负担 1998年的港姐冠军向海岚 自从成为无限花旦后 就被外界诸多挑剔 让我演的角色都是 比方说杨贵妃啊 然后就是陈圆圆啊 那些都是美女的角色 然后我自己就是想说 哪不好的话 等下人家说 你哪一部分像美女